六腳杠硬舉不僅可以有效訓練到大腿後側 也能同時訓練到臀部肌群 另外對於髖關節活動度較差的人來說 它是一個非常友善的動作 這集我們會告訴你六腳杠硬舉的好處 以及每個動作細節該怎麼做 還有最重要的該如何避免動作中常見的錯誤 讓你的腿部訓練更有效率 HELLO 大家好 我是 ERIKA 之前的系列影片中我跟YUFI教練已經帶大家認識了 腹部 臀部以及背部的訓練動作 接下來我們會跟大家分享大腿後側的訓練動作 讓這個緊鄰臀部的肌群也能變得更緊實更飽滿好看 而且除了外型上的美觀外 擁有健康強壯的大腿後側肌群 更能預防腿後側離心收縮時最容易出現的運動傷害 例如跑步時的大幅跨腿 及爬山下坡造成的肌肉肌腱拉傷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動作是六腳杠硬舉 六腳杠硬舉其實比較像是深蹲和硬舉的結合 因此有的人可能也聽過它另外一個名字 深蹲舉 相較於杠領硬舉 六腳杠在動作的過程中 因為膝蓋不會像使用槓鈴時被限制住 因此可以增加膝蓋的彎曲幅度 進而稍微增加股四頭的張力 減少腿後側肌群的張力 又因為六腳杠硬舉的握把比槓鈴還要高 所以對於髖關節活動度較差 腿後側肌群柔軟度較差的人 就能用一個比較舒服又不會讓腰椎曲曲帶長的方式訓練自己的腿後側肌群以及整個後側臉 而且六腳杠硬舉對脊椎的負擔比較小 所以對於曾經有下背傷害的人來說會是比較適合的替代動作 那現在就讓我來告訴大家六腳杠硬舉該怎麼做吧 好 那我們就請Yuffie教練來為我們示範如何做六腳杠硬舉 首先先站在六腳杠的中間 那位置大概是你的足弓對齊槓片的中間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做出一個寬腳裂的動作 把屁股往後推 帶著膝蓋有點彎曲 好 讓你的手可以握到握把 然後確保左手跟右手在對稱的地方 好 然後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姿勢下你要維持脊柱腫力 接著我們做出肩外旋 穩定肩胛腹 接著吸氣啟動核心 吐氣的時候做出一個寬腎的動作 讓身體呈一直線站起來 然後在這個動作過程中要確保你的髖關節跟你的胸是一致的 不會屁股掀起來或者是胸掀起來 然後我們就反覆操作10到15下 六腳槓硬舉的第一個常見問題是 起槓時胸部沒有跟臀部同時進行動作 而是屁股先啟動 胸部才跟著往上移 這樣除了會造成腿後側肌群的訓練成效降低以外 也會增加下背痠痛的風險 第二個常見問題是 在動作過程中頭一直看前方沒有維持頸椎中立 雖然有的人會覺得眼睛看前方比較直覺 但是頸椎不中立的情況下反而會降低我們的力量輸出 同時可能會提高不必要的頸椎壓迫 第三個常見問題是 動作過程中六腳槓傾斜一邊 這個狀況可能有幾種不同的原因導致 其中最常見的是左手右手的前臂握力不平衡 導致六腳槓重量傾斜一邊破壞脊椎中立增加脊椎側向壓力 第四個常見問題是原下背 如果一開始就讓腰椎處於曲曲的話 在拉起來的過程中會很容易以腰椎伸展的方式 或是將六腳槓從地面拉起 不僅容易造成身體張力的崩潔 並增加追尖盤突出的風險 長久下來也會讓下背肌群如 腰方肌與豎脊肌肌過度緊繃縮短 引發不適甚至疼痛 如果六腳槓硬舉握把的高度對你來說還是太低 導致每次你都會用腰椎帶長髒關節 或是膝蓋往前太多造成不舒服的話 可以將六腳槓墊高 藉此減少活動範圍 如此一來你就能用更好的身體排列做這個動作 之後再慢慢把高度降低 讓自己挑戰更多的活動度 做到最後一組的時候 常常會發生握不住 導致你的六腳槓會有傾斜的狀況的話 我會建議可以多練一些背部的動作 一些拉的動作 比如說滑輪下拉或是划船 或是農夫走路或是引體上上 讓你的肩胛骨還有背部的張力 跟你的握力可以提升起來 那我們在做六腳槓硬舉的時候 常常會遇到一個問題是 把槓鈴抬起來的時候 他的胸椎可能會先做出一個過身的動作起來 然後或者是他屁股會先抬起來 那我們先請Yuki教練來 為我們示範這兩個錯誤動作 所以第一個是胸椎先做過身的動作 然後我們把槓鈴抬起來 好接下來第二個錯誤就是他的屁股會先起來 好OK 那會出現這兩個動作模式通常是會有兩個情況 第一個情況是他不知道如何 膝關節跟髖關節同時做 膝身跟髖身的動作 那可能就要先把他帶出來 獨立先練習怎麼做髖身的動作 再來第二個問題的話可能是 如果有胸椎先起來 或者是屁股先起來的時候 他的脊柱已經不是在中立的位置 那我們可以考慮說是否是核心上的問題 那我們就也可以單獨先把他拉出來做核心的控制 再回去做六腳槓的硬舉 那如果是在動作模式下面 直接調整的話 我會請學生想像他的腳要用力往地板踩 然後站起來 然後把髖關節推回來這個樣子 那想問問大家 你在做腿部訓練的時候 最常遇到哪些問題呢 A 不知道該怎麼做動作 B 不知道該怎麼把腿練得好看 C 每次都練到腰痠背痛 D 練了很久 臀部都沒有明顯的成長 E 其他 留言告訴我們你的答案吧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怎麼做一個正確的六腳槓硬舉 還沒訂閱我們的人 也可以按右下角的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 支持我們做出更多高價值的健身內容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